众人歡呼加油打氣 染著一頭銀髮 月上安馬 我國體操好手李志凱 華麗招式展現好功夫 用盡全力想搶下奧運門票 超完美落地博德滿堂彩 體操世界杯杜哈戰 20號凌晨比得火熱 但安馬王子李志凱 卻無緣先取得巴黎奧運資格 李志凱依照賽前計畫 以難度6.6登場 最終拿下15.400的總分 但還是以0.1分之差 輸給對手艾爾索 至於哈薩克選手庫巴諾夫 雖然落後只拿下15.133的成績 但靠著前三戰的好表現 在擇優積分上仍然超越李志凱 最終獲得奧運參賽資格 很可惜啦 他已經盡力了啦 不知道會有這種結果 平面媒體報導 他的教練指出比賽不公 裁判都是中東國家的人 而且哈薩克選手嚴重失誤 竟然還能拿下15.133分 引發全場嘩然 體育署跟教育部長 在第一時間表示支持跟關心 對於李志凱的後續決定 都會給予尊重 而他的家人也會是 最強大的後盾 而李志凱在接受中央社訪問時透露 從東京奧運後 亞美尼克 烏茲別克 哈薩克 約旦等國 就自成聯盟 而最後一站在杜哈 裁判給分確實讓人不服氣 難過是一定的 但又能如何 字字句句都難掩遺憾 經過幾小時沉默後 他也發文表示 覺得這一次對自己無憾了 因為已經拼盡了權力 而未來李志凱會往哪邊發展 外界都在期待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